大S3汪小菲离婚后一直都保持体面 从未对前夫口出恶言 反倒是汪小菲一家总是狂财大S地雷 频频闹上新闻版面 日前她才应在网路上公开家人的无码正面罩 再度惹怒大S说要喊告 没想到25日微博上竟又有营销号不断疯传 根据台媒报导 大S在与汪小菲的新一轮官司里 对抚养肺问题不再执着 而是认为汪小菲两周就来看一次小孩探视次数 太过频繁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她的生活质量 随被限制 消息一出立马冲上热搜第一 中国网友都超级不满 他骂大S是疯了吧 不给爸爸看孩子真的有够自私 对此大S工作室紧急发文澄清 贴出营销号的截图大大放上造谣两次 还要大家非礼物听非礼物言 其实台湾媒体根本就没有报导过这类相关新闻 而且大S一直以来也都很欢迎汪小菲来看小孩 大家真的不要被耍得团团转耶